各位同学,你们是否都有这样的经验? 站在动物园园区或任何景点的地图前,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看到想去的地方也总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通常在地图上,我们都会看到长得像大头钉的图标, 它代表着你目前的所在位置。 以自己为参考点,就可以知道通往各个位置的距离与方向。 而一个物理量的描述,如果需要用到方向与大小, 我们就称这个物理量为向量。 在进入正题前,我们先来复习运动学里的物理量吧! 许多物理量具有方向性,例如位置、位移、速度等。 如果物体处在一维运动当中,我们会定出一个圆点, 并以单一方向为正,其相反方向为负。 举例来说,若是用X轴来描述一维运动, 则向右为正,向左为负。 代入数字来看,假设一个直点的起点位置为负1公尺, 位移为正5公尺, 我们可以得知它向右移动5公尺, 且终点位置为正4公尺。 又或者,在牵直抛体运动中, 我们可以假设向上为正, 加速度的描述为A向量等于负9.8公尺每平方秒。 这里的负号,代表此物理量的方向是向下的。 现在来说说线性的一维运动和平面的二维运动有何不同? 在一维运动中, 我们利用正负号制定单一方向的前后方。 不过,运动学通常不会只有一个方向。 如果这时两个向量之间出现夹角, 那该怎么办呢? 这样说好了, 假设今天, 我们将牵直上抛运动的出速度旋转一个角度, 使得出速度和加速度不在同一直线上, 那就会形成所谓的斜抛运动。 你应该可以发现, 这两个向量会形成一个平面。 也就是说, 我们无法只用竖线来描述这两个向量, 这时, 我们必须引进平面向量的概念。 仅有的一个竖线坐标, 已经无法描述两个具有夹角的向量, 所以我们得利用两条竖线坐标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地球的经纬线一样, 能充分描述物体在地球上的位置, 也就是平面坐标系。 我们借用平面坐标系的概念放到抛体运动来看, 就能以向量所横跨的X与Y的长度, 描述平面向量的大小与方向。 例如, 初速度为5公尺每秒, 阳角为37度, 若以水平为X轴, 牵直为Y轴, 可看得到此速度向量的S部分长度为4, Y部分长度为3, 所以此向量可以表示为4、3。 由于S与Y长度互相垂直,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两股平方和等于斜边平方, 带入数字就是3平方加4平方等于5平方, 这样便和一开始所知道的条件相符合, 也就是向量长度为5的速度大小。 同样的道理, 由于加速度前直向下, 因此它的向量在S部分长度为0, Y部分则为9.8, 可以表示为0-9.8。 现在, 我们把这个概念用等加速度运动来说明。 首先, 是平面向量的加法计算。 等加速度运动的其中一个公式是V等于V0加AT。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C向量等于A向量加B向量。 当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表示平面向量后, 接着要了解向量如何加总。 在数学上, 向量的加法有两种方式, 分别是, 头尾衔接法, 也就是三角形法, 还有平行四边形法。 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站在动物园的入口, 先到台湾动物区看了云报, 再到五尾熊区观赏五尾熊。 此路程有两段位移, 分别是A与B。 若要以头尾衔接法计算向量加总, 我们可以从位移的定义来思考。 据位移定义, 从起点指向中点的直线距离 与方向也就是向量C。 根据诊断位移可以描述为, 从起点到最终位置的C, 所以可以看成A加B等于C。 若是平行四边形法, 则是将两段向量A与B的起点重叠, 并以此画出平行四边形, 从起点到对面顶点的对角线, 就是合成向量C。 在坐标表示方面, 可以将X部分与Y部分分开计算, 也就是说, 若向量A为AX AY, 向量B为BX BY, 向量C等于向量A加向量B, 则可表示为C等于CXCY等于AX加BX, AY加BY。 再来,我们谈谈平面向量的分解计算。 由向量的加法可知, 任何单一向量, 也可以表示成另外两个向量的加总。 将向量有效地分解, 可以简化问题, 但分解向量有无穷多种的可能性, 该如何决定呢? 处理物理问题时, 这个方法相当重要, 因为在运动学上, 两个互相垂直的分解向量, 它们的运动是互相独立的, 也称为运动独立性。 因此在处理平面运动问题时, 会将向量分解为两个互相垂直的独立向量, 例如X向量与Y向量, 并将两个维度X、Y分开计算, 可以大幅降低问题的复杂程度。 讲了这么多, 我们来总结今天的所学吧。 首先, 可利用向量表示具有方向性的物理量, 以平面坐标系描述平面向量, 可表示为A等于AX、AY, 其中AX为此向量的X分量, AY为此向量的Y分量。 向量加总的图形表示法有两种, 分别为头尾衔接法与平行四边形法。 再来, 如果向量A为AX、AY, 向量B为BX、BY, 若向量C等于A加B, 则可表示为C等于CX、CY等于AX加BX、AY加BY。 在运动学或力学中, 可以利用平面坐标系定出X轴与Y轴, 并将物理量分解为X分量与Y分量, 两分量独立处理, 方便简化问题。 最后, 我们来想想看, 除了运动学的物理量, 还有哪些物理量也需要利用向量去表示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下次见咯! 拜拜!